馬鈴薯烤布丁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老師來為你介紹馬鈴薯烤布丁 介紹物料 牛奶 動物性鮮奶油 鹽 糖 蛋 蛋黃 馬鈴薯泥 Cream cheese 馬鈴薯片 首先呢 我們先將我們的牛奶 動物性鮮奶油 加熱 我們只要加熱到糖融化就可以了 不用加熱太久 因為太久的話 它會就是黃黃的 這樣你的布丁烤起來就不好看了 來再將 鹽跟糖倒下去 來開點小火 讓它加熱就好了 有溫度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加熱太久 來在等它加熱當中呢 我們首先加我們的糖 兩個蛋 還有蛋黃 先敲散 打散 先敲散 打散呢 還有滿鈴薯泥 先加 先集體拌勻 因為我做鹹布丁 它是屬於一個鹹的菜 所以它的味道會比較鹹一點點 然後呢 因為我讓我布丁吃起來比較細緻呢 所以老師的配方中有多加一個蛋黃 而且動物性鮮奶油比重多了一點點 因為它乳酯含量跟油脂比較多 來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你只要攪的時候呢 感覺沒有顆粒就可以了 因為它現在顏色太深 老師沒辦法給你們看 可是你要自己在家裡做的時候 自己感受看看 你就可以懂老師在講什麼了 來現在關火 這時候呢 我們就沖下去 然後一邊沖一邊打散它 我們再準備另外一個盆子 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倒入過篩 因為過篩呢 讓我的蛋汁啊 吃起來才會更細緻 剛剛呢 我們老師把糖跟鹽加熱那個溫度啊 千萬不能超過80度 為什麼呢 因為蛋80度之後開始熟成 所以如果你這樣溫度太高的話 它就變成是熟蛋了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靜置30分鐘 好 靜置30分鐘之後呢 我們將馬型薯薯片放在烤盤底部 為什麼老師要這樣做呢 因為馬鈴薯泥吃起來很細緻 可是如果我們這脆脆的吃起來 咬下去口感更豐富 然後這時候呢 倒入蛋汁 灑上一點義大利綜合香料 為什麼要在上面灑呢 因為你在烤箱上火受熱的時候呢 它只有那個溫度的時候 香料味道才會出來 然後順便我們將水倒在這邊 老師加水的目的呢 是用我們要用蒸烤的方式 所以我們以上火150 下火150 烤25分鐘 可是聽完好 25分鐘是因為老師 今天這個盤子比較淺 所以是25分鐘 如果你用比較深的話 相對時間來拉長 自己多長呢 要自己去測試看看 只要一樣插針插下去 拉起來不拉蛋汁即可以 馬鈴薯鹹布丁已經出爐了 這時候我們就用馬鈴薯泥 把它裝飾一下 這個是我用純的馬鈴薯 就是我們剛才50克的馬鈴薯當中 再把它取過來的 首先我要先擠得像花蘭一樣 我是用鋸齒的花嘴 這樣還有紋路的感覺 老師我沒有這個花嘴怎麼辦 你可以用其他的 這時候呢 我們再放一點乳酪 因為我覺得帶點奶香 它是個很好吃的口感 放一點點 這是我的點綴用 這樣子 老師可以不放嗎 可以 披薩絲代替也可以 這時候呢 我想要讓它帶點 就是帶點日系 很流行的火製那種方式 所以我用噴槍來噴一下 讓它感覺焦香焦香的感覺 然後記得喔 在噴的時候 這邊火比較旺 所以我們要圓圓的這樣子噴 如果太近噴它會很容易焦 有沒有記得感覺有沒有 它感覺就是有焦香的感覺這樣子 好這就是我今天為你介紹的 馬鈴薯布丁